我觉得安妮的那种委屈我是很感受的 因为现在就是流量时代 然后大家通常都通过一段营销号 一段文字 一些显迪过的视频来去了解一个人 希望大家都不要通过眼睛跟通过耳朵去认识一个人 通过心去认识一个人 她身上有一个让大家都很有共鸣的点 工作做好了 领导就吹嘘是自己的功劳 而当领导的决策失误 导致工作出错 老板又会把过错甩锅给员工 我觉得现实生活中 作为公司的老板应该有担当 把荣耀给到员工 将责任扛在尖头 公司才能更好的发展